往粉条里面淋入几个鸡蛋液 出锅之后,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 楼下饭店一份就卖58 咱自己在家做成本5块钱都不到 好吃又解馋 而且做法简单,不炒也不炖 营养又美味,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准备一碗粉条 放入大碗中,倒入滚烫的热水 把粉条浸泡10分钟 接着,我们准备一个树上摘的西红柿 插上一根筷子 放在火上给它烤上10秒钟 这样,西红柿皮就会自然开裂 包皮就特别的简单 去皮之后,先用刀给它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西红柿钉 切完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青椒切去根地 从中间对半切开,去掉辣椒子 再把辣椒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半根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切完和青椒放在一起备用 再准备一些小料 一小块生姜拍扁之后 切成姜末 小葱切成葱花 小米椒切成圈 切完装入小碟子中备用 五毛钱的五花肉 先用刀切成薄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肉末 切完装入小碗中备用 十分钟之后 咱们的粉条已经泡软了 将它控水捞出来 放入滚烫的开水中 煮个两分钟 把粉条煮软 煮好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吃起来的口感更劲道 控水后装入另外一个碗中 用一把干净的剪刀把粉条剪碎一点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空碗 往里面打入四个的鸡蛋 用黑色的筷子充分地给它搅匀 把搅好的鸡蛋液直接倒在粉条上面 让每一根粉条都均匀地裹上一层蛋液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倒入粉条鸡蛋液 用铲子给它铺平 开中小火煎到底部定型 然后翻面煎另一面 煎到八面金黄酥脆 给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碗中放入半碗清水 加入一勺胡椒粉 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松鲜鲜酱油 这款酱油没有任何的添加 都是食材本身的鲜味 平时炒菜做蘸料 炖肉加一点 味道特别鲜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放入肉末边炒出香味 再放入切好的小料 炒出蒜香味 加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大火翻炒一分钟 把西红柿的汁水给它炒出来 这样味道会更好吃 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放入煎好的粉条鸡蛋饼 开小火煮三到五分钟 把食材煮至完全入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转发鼓励一下吧 万分感谢 煮得差不多的时候 把粉条鸡蛋饼先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剩下的汤汁里面加点青椒 胡萝卜丁 再煮上一分钟 煮至断生 将它盛出来 直接浇在粉条鸡蛋饼上 这个时候 闻着已经很香了 看着也特别的有食欲 忍不住就要流口水了 粉条鸡蛋学会这样做 超级的入味好吃 每次家里来课的时候 我都会做上这道菜 上桌一分钟就光盘 粉条吃起来 进到又入味 加了肉末和各种配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肉香味四溢 上桌连汤汁都不剩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